主内弟兄姐妹平安 新的一年是新的开始 相信我们步入新年的那几天 大家可能都收到一些的照片 关于迎接2021年 我也收到或看到这一类的一些的照片 我现在就投在这个屏幕上 其中一个是这个 看得到吗 对,就是关于我们习惯做的一样东西 就是check out 离开一个地方 要怎么样呢,要check out,对吗 这图片就告诉我们 祝我们从2020年完全check out 离开这个痛苦的一年 Miserable year 还有呢 这一张有关什么呢 因为戴口罩 太长戴口罩 这怎么样呢 耳朵就变大了 耳朵变大 可能是好事情吧 可能听得比较清楚 上帝要对我们说的话 或太太要对我们说的话 我们再看多一张 啊,这一张 就表示什么呢 在2020年我们一直戴口罩 对吗 2021年还是要戴口罩 但是有多一样东西 就是什么呢 就是,哇 打这个疫苗针 这疫苗的研发就成为我们2021年的看望了 弟兄姐妹 这些迎新年的照片都有一个共同点 这共同点是什么呢 你们要猜吗 通通都关乎疫情 这也告诉我们 疫情,这个冠状疫情仍然是我们最关注的事情 2020年我们都以疫情来衡量 2021年,这个新的一年的进展 似乎也跟疫情的局势脱离不了 我曾经在讲台上讲过 我们似乎把王权,把这个冠冕 交给这冠状病毒 疫情恶化,我们感到不安 疫苗研发,我们感到平安 我们是以这样的心态来过这新的一年吗 新的一年是新的开始 让我们重新被提醒 世界上有比疫情更重要 更关键,更迫切,更永久的事情 就是我们以真正的王有怎样的关系 这位真正的王就是耶稣基督 冠冠不属于冠状病毒 冠冠要归于耶稣基督 今天的经课一开始就强调 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 第一节就说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马可福音的这头一句话就暴露 耶稣崇高的身份 耶稣是神的儿子 祂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的独生子 祂具有上帝的神性 耶稣也是基督 基督的意思是弥赛亚 是受高者 是上帝所高默的君王 同时是旧约预言要来拯救 以色列人的新的大卫王 这是下来第二到三节所证明的 耶稣应验旧约先知 以赛亚和马拉基的预言 以色列所等待的君王来临了 而王的来临被马可形容为福音 就是好消息 极大的好消息 福音这个词在当代罗马的文化当中 是不能随便使用的 因为福音通常是来形容 当时世上最大的王 就是罗马帝国的皇帝凯撒 凯撒的生日就叫做福音 因为凯撒被称为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凯撒出生在人间 凯撒的生日就是整个罗马帝国当中 被宣布为福音 那每当凯撒打圣战 毁灭敌人 那也是整个罗马帝国 所庆祝的凯撒的福音 那想想看 现在作者马可 如此以耶稣基督的福音 代替凯撒帝王的福音 肯定是震撼了出奇的听者 因为这表示耶稣他取代了凯撒 耶稣甚至超越了凯撒 耶稣才真正的神的儿子 唯独耶稣是万王之王 而马可宣告这福音的起头 的开始 这个开始一方面指的是耶稣故事的开始 但是这个开始有更深的一个意义 就是要指着上帝救恩计划中新的开始 君王耶稣来到世间 好让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的生命也经历新的开始 就是耶稣基督开始在我们的生命中 做王做主 耶稣的权威超越当时凯撒帝王 今天耶稣的权威 也同样超越世上任何的势力 包括新冠病毒 包括所有的执政掌权者 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其实是一个机会 让我们做一个选择 让我们选择重新拥戴耶稣基督为王 使得在这个崇拜正道的时光 再下来的大约二十分钟 但愿神不断借着祂的话语 来邀请你 来邀请我 来认定耶稣基督为王 拥戴耶稣基督为王 让祂在我们的心灵做王 祂在我们的生命做王 让祂在我们的教会中做王 我们已经踏入2021年第十天了 还算是年头 在年头我们是否选择 让耶稣基督做头 在年头我们是否选择 让耶稣基督做头呢 但愿我都愿意诚信地对耶稣说 主啊 愿祢在我的2021年当中居所谓 那耶稣要怎么在我们的生命中 我们的这一年中居所谓呢 我们今年能够采取哪一些的实际的步骤呢 今天的经文的第四到十三节 就提供三个步骤 一 转向基督 二 要贴近基督 三 跟从基督 这一切都基于十分重要的神学的根基 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经历 因为今天的经课 透过描述施洗约翰和耶稣基督的事迹 把这一系列的事件形容为一个新的 出埃及的经历 A New Exodus 是的 对于当初的信徒 这段经文十分震撼性 不但介绍耶稣基督为万王之王 也强调这万王之王耶稣基督 他怎么带领他们重新脱离埃及 经历第二次的出埃及的经历 这就是弥赛亚基督的使命 让神的子民脱离埃及 得蒙拯救 换句话说 旧约的出埃及的事件是预表 在新约耶稣拯救我们脱离罪恶 脱离死亡 脱离埃及的经历 这属灵的埃及 这第二次的出埃及的经历 像第一次的经历 就包括离开埃及 经过红海 并进入旷野 并在这个过程中 转向神 贴近神 以及来跟从神 而这三个步骤 都是马可福音这一段经文中 我们能够找到的 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都得以成全 这三个步骤 也是我们 今天我们今年 都要重新走过的 都是非常实际的方案 来让耶稣基督 在我们的生命中 居首位 就是重新转向基督 重新贴近基督 重新跟从基督 第一 我们要重新转向基督 不要转向基督 就要先转离埃及 而转离埃及 代表转离罪恶 代表一个人要悔改 这是今天经课所叙述的 施洗约翰在旷野施洗 提供的是悔改的洗礼 谁需要悔改呢 第五节说 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 都出去到约翰那里 承认他们的罪 在约翰河里受他的洗 所以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 这些都是犹太人 都是与上帝立约的子民 不是外邦人 这会令当时的人感到惊讶 因为当时受洗礼 这个洗礼通常是给外邦人做的 犹太人有他们自己的 进水的洁净礼 但是这一类的悔改的洗礼 是外邦人要成为犹太人 所必须做的 施洗约翰 施洗的对象却是犹太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还需要悔改 因为他们远离了上帝 因为他们要重新立志 来为主而活 我们也如此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已经是基督徒 曾经决志信主 就不必再认罪悔改 我们仍然是罪人 我们可能远离了神 在过去一年 在过去一周 我们可能没有过着讨神喜悦的生活 那今天或许神要借着这段经文来唤醒你 唤醒我 来悔改 归向他 那我们如何悔改呢 悔改的原文的意思就是 转 对 退 转 转 离 醉 转 向 神 那就是悔改的意思 提到转 退 让我联想到我儿子骑着玩具车 有一阵子我一岁的儿子 他特别喜欢来骑这个玩具车 骑得很开心 那骑的时候只能进不能退 而且因为我们家的客厅的空间不大 所以时常会碰到墙壁 福建华说弄表了 弄表就辛苦了 不能继续前进 那怎么解决呢 我们就要教导他要怎么样呢 就要转 车要先转到新的方向 比较好的方向 对的方向 我们才能够前进 不然无论费多少力气 无论埋怨多久 也没有用 如果没有转的话 就不能前进 像我儿子骑车一样 我们的生命只能静 不能退 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我们无法改变 可能在过去一年 我们已经弄表了好几次 碰到一些挫折 陷入一些的试探 无论我们埋怨多久 无论我们多沮丧 多忏悔 多后悔 我们还是会继续碰墙 除非我们转到新的方向 对的方向 所以 悔改跟后悔 的差别 就在这里 悔改跟后悔 有什么不同呢 后悔的人不一定会改变 但是悔改的人 却愿意改变 新的一年 是新的开始 新的机会 今年我们的生命会往哪一个方向前进呢 我们愿不愿意转离罪恶 转离缠绕着我们的罪行 并转向基督了 这是第一个步骤 转向基督 第二 我们要重新贴近基督 若我们单靠自己来扭转自己的生命是不可能的 我们力不重新 除非全能神介入来改造我们的生命 施洗约翰本身清楚 他没有这样的能力 第六节仔细的描述 施洗约翰的穿着 他的穿着很特别 对吗 不是因为作者无聊 乃是要显示施洗约翰是伊利亚 因为旧约伊利亚用同样的 这个十张的设计师 穿着跟施洗约翰一模一样 可以参考猎王记下 一章八节 而马拉西书也预言 一位向伊利亚的先知将来到 来预备米赛亚的来源 但是伊利亚不是米赛亚 施洗约翰不是耶稣基督 施洗约翰他自己也承认 他只是用水施洗 有一位在他以后来的能力 比他更大 就是耶稣基督 他要用圣灵来施洗 弟兄姐妹 圣灵的洗是关键的 水只能带来外在的洁净 圣灵才能转化我们的内心 只有耶稣才能带来这样的转化 那经文接下来就说 那时耶稣来到约翰 在那里受约翰的洗 可能我们会问 为什么耶稣需要受洗呢 他没有罪啊 他不必悔改啊 他又比施洗约翰更伟大 更有能力 对吗 耶稣灵洗 是如君王被先知高抹药 更是因为这位万王之王 他竟然愿意来到世间 连同我们 代表我们 他自己无罪 却愿意与我们这些罪人联合 甚至代替我们成为罪 并受罪的刑罚 因此耶稣受洗是要代表人类 特别是代表神子民来受洗 耶稣代表以色列 重新经过红海 今天当我们信主 我们也同样移开埃及 经过红海 朝着永恒的应许之地 弟兄姐妹 我们过红海 我们受洗 表示我们与基督联合 我们在基督里 因此我们就能够得到 基督受洗所带来的一切的益处 什么益处呢 就是重生 New birth 重生 当耶稣受洗 有水 也有圣灵 仿佛歌子降下 这都是重要的记号 这些都是指着重生 如约翰福音三章所教导的 我们是借着水 以圣灵复活和重生 也借此得到永生 弟兄姐妹 这是我们受洗的意义 这是我们过红海的经历 耶稣 我们在基督里也能够拥有 当耶稣受洗 有声音从天上下来 说 你是我的爱子 我喜悦你 朋友们今天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也是上帝的爱子 这是何等的福分 上帝的声音 那大有能力的声音 刚才在起印经文中 我们一起起印 上帝的声音是 大有能力的 能够震破香薄树 能够震动旷野 上帝的声音 现在竟然轻轻地 淋到你和我的身上 称我们为天父 所爱的侄女 我们珍惜这样的身份 再是新的一年 巴不得我们重温 我们在基督里 这无比的身份 但愿我们也愿意贴近基督 因为我们越贴近他 就越能够经历 主不断与我们同在 神无条件的爱 就不断滋润我们的心 我不晓得大家现在的处境如何 每个星期当我问候不同的会友 我时时被提醒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但是无论你觉得多气馁 多失败 多困难 多沮丧 就算你弄标了好多次 或觉得生命中有一些挫折 是无法扭转过来的 今天上帝要告诉你 你是他的爱子 在基督里 你已经重生 你得到永生 在基督里 你有够用的恩典 过着每天 所以请你不断贴近基督 我也劝大家 借着每日读经和祷告 来贴近主 新年是个机会 来立志要有几率的 读经和祷告 多要贴近主 少不了这些属灵的操练 现代人最喜欢贴近什么呢 就是这个 手机 特别是年轻一代 但是男女老少都需要用手机 可能你现在是透过手机 来参加在线崇拜 那请问 你一整天不看手机 一整天不看手机 会不自在吗 或许你一个小时不看手机 就不自在了 那若我们觉得圣经 比手机来得重要 若圣经比手机来得重要 那你一整天不看圣经 会觉得不自在吗 贴近基督 每日读经祷告 不但提醒我们有关 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 也塑造我们来活出这个身份 换句话说 贴近基督 能够帮助我们 跟从基督 这就是第三个步骤 若我们从第一个步骤 是悔改 直接跳到最后这个步骤 跟从恐怕是行不通的 因为我们会靠自己的力量 来跟从基督 除非我们先走过第二个步骤 就是贴近基督 我们才能够重新得力 来跟从他 因为唯有耶稣基督 有能力在旷野中胜过试探 耶稣他受洗之后 那接下来的经文告诉我们 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 其实原文有多一个字 就是随即 英文的翻译是 immediately, at once 圣灵随即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 多少时候 我们也有类似的经历 可能灵修之后 或上崇拜之后 就随即碰到世界的吵杂 每日生活的琐碎的困难 魔鬼的试探 在主日我们可能经历属灵的高潮 但是过不久 再次陷入试探 在疫情当下 再现崇拜 挑战可能更大 家里有太多不同的引诱了 使我们崇拜时分心 那些有小孩子的 可能是边敬拜边管教孩子 你们有这样的经历吗 请问你今天崇拜之后 最大的诱惑是什么呢 这些都是我们逃避不了的事实 我们过了红海 虽然是朝着应许之地 但是必须经过旷野 贴近基督不等于 我们的问题都会消失 反而魔鬼更是要设计 筛设法来干导我们 但是感谢主基督 因为祂代表以色列 祂也代表我们 来胜过魔鬼的试探 旧约以色列人 他们在旷野中做不到的 耶稣祂做到 耶稣在旷野中 祂顺服以及成全上帝的旨意 也成为信徒过圣洁生活的 模范和力量 就是说当基督是我们的第一 当耶稣基督居首位 我们就得着力量来胜过试探 所以在这新的一年 但愿我们重新立志 来跟从基督 做主门徒 让我们靠主的力量 来追求圣洁 在今天和这个月份 就职的弟兄姐妹们 但愿你们也继续 藏在耶稣基督里面 跟从祂 并且为祂结出善果 每当我们在旷野中跌倒 虽然愿我们都懂得 来转向基督 重新贴近祂 支取力量 继续来跟从祂 让我们来总结 马可福音宣告 万王之王耶稣基督领导 祂的来临 带给我们新的开始 祂在这新的一年 无论在疫情或任何情况之下 愿我们重新转向基督 贴近基督 跟从基督 好棒 耶稣基督这位万王之王 在我们的生命中居守备 这一切都凭着主的恩典 以及我们以怎样的心态 来回应主的恩典 所以若我们要重新开始 就必须重新开始 from the heart 就是从心里开始 当愿上帝感动我们的心 让我们都愿意对耶稣说 主啊 愿你在我的2021年当中 居所谓 此刻 让我们借着下一首诗歌 来向主祷告 求主来复兴我们 求主为我们造 情节的心 正直的努力 在这心里也完全地 摆上自己的肚子 让我们向神祷告 求祂帮助我们 转向基督 贴近基督 跟从基督 而即使地为主 祝主 求祢复兴我 心中的一生结 为我讲情节的心 使我重新有真知 使得让这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祷告 求主复兴我 求祢复兴我 心中的一生结 将我分别为神 祝祢尊贵荣耀其名 宝贝将自己献上给主 我将身体 我将身体 写上当作活计 你身做 你身杰的器皿 我将生命 你身上当作活计 我将身体 为你耳朵 我将身体 写上当作活计 我将身体 复兴我们 为我们造清洁 正直的心灵 在这新的一年